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折腾下麦云达M1 Mini Pro全闪迷你服务器 首先开个箱 M1 Mini Pro N100很有个性的纸盒 双开门对开 整理一下所有配件在这儿了 看一下本体左右两侧 加密的散热孔 全铝机箱 上手沉甸甸的做工看着不错 背后上下两条散热孔 看一下前面板 左边电源键 USB3.2A口一个 2.0A口两个 TF卡插槽 下面是可拆卸的M2盘位挡板 IU侧USB2.0A口两个 HDMI2.0DP1.4个一个 2.5G网口四个DC口 电源重约215.4克 加电源线367.7克 电源长约11.7 宽约5.12 厚约3.2厘米 机器长约16.5 宽约14.7厘米 我厚约5.2厘米 加脚垫约6厘米 四个加厚的脚垫 厚约8毫米 中间贴有产品名牌 打开磁吸的挡板 这儿有使用的温馨提示 需要再加第三条 NV密1和2需要同时插入硬盘 否则不能失贬 下面的1234分别对应的盘位如上 点一下开仓按键 有声音和力的反馈 抽一条硬盘托架出来 顺滑 两个螺丝位兼容2280和22110的盘 做工看着细致 打磨的平整 拔掉硬盘托架 可以依稀看到里面的硬盘龙 另有plus版是不支持快拆的 正经济实惠线 小伙伴们按需选择 空载功耗约0瓦 空载电压12.27V标准 下面M2硬盘的安装 有两个螺丝孔位 支持2280和22110两种硬盘 支持硬盘托架的开关 系列硬盘螺丝 掀开盖板 自带的导致电适用于22110的盘 以此需要减短一些适配2280 否则硬盘固定卡扣无法拉下来固定 注意凸起安装盘后抵紧硬盘PCB凹槽 这样才能安装到位 再减掉一截 导致电后 硬盘的安装卡扣才能拉下来 建议厂家赠送4条22110和4条2280的导致电 由玩家个人按需粘贴安装 另外发现一个小问题 硬盘托架的外面整体非常光滑 盖板的外侧也是打磨光滑 但是内侧侧棱还是有些锋利 有些刮手 建议厂家一并改进 这属于鸡蛋里挑骨头了 在插入两条NV硬盘后 进入BIOS中就可以识别出硬盘了 期待后期厂家更新BIOS优化硬盘识别 由于Pro版硬盘龙比较复杂 拆解后难以复原 因此厂家不建议Pro版拆解 各大博主相关视频发了也很多了 下面我们简单烤下机 然后直奔主题 Android下核显直通和显示输出的教程 CPU-Z看一下主板内存 以及内存条的信息 核显 简单跑一下分 多核1312.4 单核378.9 自带内存的测试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停查看 自带硬盘是PCIe 3.0x4的 NVR插槽的速度是PCIe 3.0x1 几个主流硬盘测试软件 好分如上 有线网卡测试 交换机2.5G 距离9.6米 超五类无氧桶网线 iProv 3 打流测试 单线程上传下载 多线程上传下载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停查看 10000PIN测试 无丢包 无断流 延时正常 LibroSpeed 居于往Web端上传和下载测试 下面Ad64 FPU 100% 烤机 环境噪音约30dB 环境温度约23.6度 左边待机功耗约15W左右 右边烤机功耗约30W左右 这次我们做待机烤机噪音同步对比 先贴脸测四方 然后再距离30厘米测试 使用距离30厘米时 待机约35分位 烤机约41分位 下面是待机和烤机时 机器六面的温度 以及电源的温度对比 下面总结一下 Ad64 FPU 100% 烤机30分钟 4核 全核维持在2.9GHz左右 CPU最高温度81度 无过热降频 待机机功耗 静音达成 满载CPU TDP 15W散热OK 下面烤机详情加速 需要的小伙伴点赞停查看 下面Unread下 核显直通显示输出 之前一直有小伙伴 希望有个完整的教程 下面我们整体过一遍 测试样品 麦云达M1 Mini Pro N100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 成功直通核显 给虚拟问并显示输出后 会遇到闪屏的问题 貌似是因为 Unread不能修改核显 在虚拟机中 显存等相关参数 那么既然Unread不能修改 在BIOS设置中 可以直接修改 经过老高仔细研究 找到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进入芯片 SA管理 显卡管理中 这个DVMT Preallocated 是动态内存管理 当系统有较重的 显示输出任务时 可以把内存动态 调来做显存用 当不用时可以释放内存 样品机器默认是60Mbps 偏小 我测试过设置为128Mbps 是较为合理的值 既不会过多的浪费内存 也不会因为显存不够用 而导致闪屏 小伙伴们可以参考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来修改 然后插入我们制作好的 Unread引导U盘 设置为开机第一引导 进入Unread系统 至于Unread的初始化 安装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可以看往期视频 下面我们第一步 制作核显VBIOS的ROM文件 有所了解的小伙伴可能知道 对于Intel的核显ROM中 有IGD和GOP两个部分 而对于AMD的ROM中 有VBIOS和GOP两个部分 早期的视频都是分为两个ROM文件的 Android虚拟机设置中图形化操作 只能添加一个VBIOS ROM 想要添加第二个 需要修改XML代码 会比较麻烦 我们其实可以合二为一的 使用老高写的这个批处理MVT 方便合并 并制作二合一ROM 这里以麦云达M1 Mini Pro的BIOS为例 MM2来提取GOP 老高的MVT来合并二合一ROM 首先运行MM 把路径复制一下 打开 选所有文件 找到BIOS文件 选最后一项OptionROM 点导出 选好导出的路径 文件的名称intel-gop.efi 下面要注意 NANA这两个不显示ID的这一行为GOP文件 点击应用文件就导出了 我们可以关掉它 看到这个文件已经生成了 然后运行MVT 因为加了密如遇杀毒误报 停点允许 命令行网上是公开的 需要的可自行查找 为啥加密 拒绝伸手党和无理线抄袭者 转载而不注定出处作者 密码可见评论区置顶或博客中的群讨论组中有分享 intel的核显 这我们选1 回车 输入名字 自律1 然后核显的ID 不在乎的可以随便输入4位16进制字符 既然我们批处理了 顺便把正确的设备ID写上 避免以后出现幺蛾字 反正顺手的事 设备ID可以在处理器官网查询 也可以在安锐的命令行中查询 点终端 输入lspci-nn 回车 这里可以看到 VGA 即为核显 它的设备ID是46D1 回到MVT 输入后回车 生成VBIOS 然后设置好 Android的SMB 不会的可以看小白成长机 7-8 进入Android的SMB的文件夹 一个虚拟机 一个ISO 然后把需要的 Win11ISO安装镜像文件 复制到ISO文件夹内 再把VTIO的驱动ISO安装镜像 也复制到此文件夹内 然后进入Android 工具 系统设备中 PCI设备和IOMMU分组 勾选核显 下面还有生卡 其他的网卡 硬盘 自己按需选择 选好之后 点击绑定 VFIIO这提示需要重启 我们先不要重启 点击设置 进入虚拟机管理 点击右面的高级视图 如果刚才的VOTIO驱动ISO 没有复制到Android的ISO目录内 也可以在这里点击下载 也很方便 这里的PCIe ACS和VFIIO的 允许不安全中断 要设置一下 设置为是 上面的ACS呢 可以设置为多功能 也可以把它设置为两者 否则直通核显给虚拟WIN的时候 性能可能会打折 点击完成 这样就可以点击重启了 核显在绑定VFIIO之后 Android启动会卡在这个界面上是正常的 就像之前玩PVE 核显加黑名单之后 启动也会卡在界面上 好了 重启完成 我们进入工具 系统设备里面检查一下核显 生卡都已经成功绑定 然后建立Windows虚拟机 这里以WIN11操作为例 逻辑CPU数量按需选择 内存 直通核显要4G及以上 WIN11还需要个TPM 操作系统SO选WIN11的 我们上传过的 VOTIO的驱动镜像 下面就是硬盘 这儿注意WIN的安装盘作为第一引导 主虚拟硬盘作为第二引导 下面就是核显的设置 这里我们选择直通的核显 VBIOS ROM 我们把视频前面 制作的二合一的N100VBIOS ROM 拷贝到Unread虚拟机文件夹内 可以建立一个N100的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把目录依次选中 选中这个VBIOS ROM 下面是生卡 然后把USB的键数给直通一个过去 需要对虚拟机进行操作 55之后点击创建 虚拟问启动 我们迅速按直通键盘的任意按键 以便虚拟机从WIN安装的ISO引导 好 进入Windows安装的界面了 这儿我们先把它关上 进行一个错误的示范 因为之前很多小伙伴问到这个问题 错误示范 当屏幕提时按任意键 从CD或DVD光去启动时 没有按直通给虚拟机键盘的任意按键 就会错过进入Windows安装ISO的引导向 从而系统会进入下一个 也就是虚拟硬盘来引导 因为虚拟硬盘是空白的 所以它会继续下一个引导向 直至最后一个UEFI的Shell界面停止 如上所示 当看到这个界面 说明之前没有按任意按键 错过了进入Windows安装ISO引导向的机会 需要我们重新启动虚拟机 并开机迅速按任意按键 直至进入Windows安装界面为止 点击下一步 现在安装 我这儿选专业版下一步 我接受下一步 自定一 这里我们要选加载 UEFIIO的驱动ISO文件 选这个虚拟光区 64位 这儿我们配应Win10还是Win11 选中后点确定 然后下一步 稍等片刻 就会刷出虚拟硬盘 直接点下一步 进入剩下的安装流程 直至结束 系统会自动进入重启 我们不用干涉它 直至进入Win11的初始化界面 你们慢慢等老高玩会儿魔方哈 好 进入Win11的初始化了 下面只有一个地方需要说 因为Win11在装系统的时候 需要检测网络 我们需要跳过这个网络的检测 因为虚拟的网卡 在目前是没有驱动的 需要进入Windows之后 才能安装虚拟网卡驱动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点Shift加F10 调出管理员终端窗口 输入以上命令 跳过网络检查 然后点回车 系统会自动重启 重启后会回到这个界面 注意此时 此处多了一个 我没有internet的连接 点这一项 跳过 剩下的安装流程 一码平穿 我们直接加速略过 好 Win11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要把Win11的所有的驱动都装上 包括虚拟硬盘 虚拟网卡 虚拟很多的控制器 虚拟光区里的这个X64 双击运行 下一步 直至完成 之前有小伙伴问 为啥他的虚拟Win装完 动动鼠标CPU分分钟百分百 占用率 啥都干不了 大概率是因为没装好 Win10IU的虚拟驱动程序 导致虚拟机各个设备运行效率极低 这个属于常识问题 还是那句话 老高视频里面干货满满 不建议小伙伴们跳着看拖进度 错过细节 而导致频频出错 遇到本该已经被老高填屏的坑 然后又掉进去 最后可以使用Windows更新 或者Intel官网下载安装核选驱动 下面是Win10虚拟机的建立 以及Windows10系统的安装 这直接加速略过了 Win11和Win10都已经测过 核显直通和显示输出 没问题工作正常 这里要注意的是 因为两个虚拟机 我们都把核显直通给了他们 但是大家都知道 直通是虚拟机独占的 所以当一个虚拟机运行时 另一个虚拟机必须是关机状态 否则两个都不能运行 下面测试下效果 Android虚拟Win点启动 可以看到虚拟机 BIOS引导画面 这以Win10为例 系统启动没问题 进入显示设置 可以看到HDMI 4K 60Hz支持 没问题 任务管理器 性能 GPU显示 设备管理器中 声卡显卡均正常 HDMI声音正常 现在我们使用网页播放下4K 30P视频 然后是4K 60P视频 GPU使用率在20%至40%左右 Android Web UI里面显示整体使用率在24%左右 我们直接在Android里面点击虚拟机关机 我们可以看到 虚拟机已经关机了 这样操作是不规范的 我们不建议直接这么操作 下面总结下 麦云达 M1 Mini Pro 亮点1 全铝金属机箱设计 可圈可点 做工不错 分量十足 2 配合磁吸 代板和拉风的4个 波台硬盘托架 顿显高大上 方便拆装M1 SSD 3 CPU TDP 15W稳定无压力 单烤FPU 4核全核稳定在2.9GHz 功耗30W左右 散热优秀 单烤FPU可以压到最高81度左右 烤机噪音30厘米在41分贝左右 4 HDMI 2.0 DP 1.4 双显示输出 再加上5个PCIe 3.0x1的NVMe插槽 4个2.5G Intel R6微网卡 玩网络迷你服务器的小伙伴最爱 5 全闪性价比解决方案 对比市面上几千上万元的同类产品 6 可玩性高 多种系统可选 尤其是配合Unread PVE等 据说有小伙伴在没有重要数据前提下 4个M2盘组锐的0 保证容量的前提叠加速度 作为高速交换暂存盘 适合摄影视频剪辑等高速处理图片 视频的需求 在完成项目后 再考入仓库机械硬盘中 也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 老高建议 一硬盘托架配2110和2280的导热垫各4条 已被玩家自由选择搭配安装 拖架盖板内侧 打磨平等光滑 二在测试Unread核显直通显示输出时 发现闪屏 老高已经搞定 并将适合的核显显存参数 发给厂家 待后期BIOS更新即可 三改进优化BIOS识别 NVMe SSD机制 如果单盘就可以识别 就更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